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异数的一个计算 那变异数的话,在上一节我们有谈到就是说丢铜板 如果是那个不公正铜板,七成的那个正面几率 算出来变异数是63% 那这个数字,这个数字的话其实不是很好算 主要是因为在上一节里面,我们在算变异数的时候 它的平均,平均是十分之二十七 所以你这样一减就会很难算 因为这个东西一减就很难算 那这一节我们要介绍一个算法 会让它比较好算一点点 公式就长成这个样子 说变异数呢,它可以怎么样算 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数字哦 这个数字就跟我们说,它会等于什么呢 先平方再平均 那减掉呢,先平均再平方 你又看到这个一,你就可以用平均去解读它 虽然它意思上有一点不一样 不过其实感觉差不多的 那这个东西呢 第一个,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想一下谁比较大 对,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都比较小呢 对,因为你先把它平均了 平均之后,这它比较集中 集中之后这平方其实会比较小 这个不是小的 那这个平方之后的平均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减小就当然大于等0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从这边来看 也可以知道这变异数 事实上是永远大于等0的 好,它有了这样的概念呢 我们来推导一下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的推导其实不会太复杂 它其实就利用怎样 利用期望值的展开特性 首先,我们先把里面先把它乘开 里面乘开就变成什么呢 S平减掉2μx 再加上μ平 对,那稍微提醒一下哦 这里的μ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期望值的意思 就是平均 好,那接下来呢 这边加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展开 就变成1x平 这个我们要的部分就跑出来了哦 接下来呢,减掉什么呢 减掉-2μx的期望值 但是-2μ是一个常数 所以可以提出来 好,这-2μ再加上1x 好,那加上呢 1μ平 μ也是个常数 所以它可以完全的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剩下μ平 好,那你直观的去理解就是什么 一个数 5 有100个数都是5 那它的平均当然还是5 其实是平均的意思 所以这边会等μ平 好,那这两个呢 可以再整并一下哦 好,因为这里边就是什么 这边就是μ 所以这边减掉2μ乘μ 再加上μ平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是什么 就是-μ平 好,是-μ平 所以μ就是1x 所以我就得到这个数值 好,其实我们就是利用怎样 利用这个期望值展开的特性 好,就可以得到了 好,那现在有了这个数值呢 我们就让它来帮助我们做一些计算 好,我们现在想要算什么 现在想要算的就是 这一个取出放回的一个变异数 变异数呢 那我们现在要用的方式就是 先看平方之后的平均 好,也就是说你这里要看这个东西 平方之后 例如1的平方就是1 2的平方是4 3的平方是9 好,但是呢 要乘上这个的几率 所以第一个答案就变成 千分之 其实这 乘1 这边其实还是一样 这189 好,那这是乘2的 我们现在乘4 所以再补一个 再补一个2给它 所以这千分之 1764 那这是千分之 这是这个9再乘上这个 但是因为这里已经乘3了 所以用这个再乘上3就可以 3087 好,那这几个加起来呢 加起来就变成 1000分之 5040 好,那稍微呢 约掉之后呢 其实就会得到的是那个 100分之 504 好,但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504就是这个数字哦 这是504 好,但我们要算的不是1s平方 我们要算的是便义数 所以它减掉呢 平均的平方 好,就变成到十分之 21的平方 好,那这里就会得到的是 504% 好,21的平方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441 就会得到 百分之 63 好,所以这样就得到这个变异数 好,那提醒一下 这个其实刚好等于什么呢 等于3 乘上十分之7 乘上十分之3 好,在我们之后 在谈二项 二项分布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这个东西 刚好等于n乘上p 乘上1-p 好,这里的p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十分之7 好,所以这个是 呃 就是说取出放回的 的那个 变异数 好,那接着呢 如果取出不放回 其实这种题目就比较 复杂了 就是 取出不放回 就是说 呃 就是720 其实这里就 10乘9乘8 就是你的球数都一直在递减 不管是 红球或者是那个白球 好,所以它这边 几率看起来 就稍微 复杂一点点 好,不过呢 要算变异数 其实这题可以提醒一下 这期望值都是一样的 好,不过要算变异数的部分 算法也是一样 好,我们现在都用这新算法 就是 先把它平方 平方就是变1 这平方变4 平方变9 好,我们算平方之后的平均 0的部分还是0 好,那这1乘 这里还是四十分之7 好,那这里会变成是四十分之 好,这个 这个再乘上一个2 因为这0乘2了 再乘一个2就变84 好,那这是四十分之 这里再乘上3 就变成105 好,所以整个加起来呢 就会变成四十分之 一九六 那约掉就变成十分之四十九 好,不过这不是答案哦 一样要套这个四值 就变成十分之四十九 再减掉什么呢 减掉这个的平方 这平方十分之二十一的平方 刚好就等于什么 一百分之四九零 减掉四四一 就等于十分之四十九 好,那这边一样有一个公式 这个不过这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就是 其实这个取出不放回的 这个在大学 就叫做一个叫做超几何分布 就是看起来很微的名词 超几何分布 有兴趣的再去那个 查一下维基百科 好,那这个上面这个叫二项分布 这是我们在大学 在高中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超几何分布 它其实还有很多分布 那就是大学之后再谈 好,那一样 我们再很快的回顾一下 这一节的重点 最重要的就是怎样 我们要算变异数 如果平均不是整数的时候 用这个算可能比较好算 那这个的导法呢 其实就是分配率得到的 好,那我们再算了两个变异数 一个是二项分布的变异数 一个是超几何分布的变异数 付箱分布的变异数